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啊电子邮件 我们之前在跟远方的朋友联系的时候呢 通常都使用的是这种写信的方式 写一封书信 但是呢随着科技的发展 写书信的这种方式呢也变得越来越稀少 因此我们就用了电话 那用电话通信呢不得不说实时性非常的高 但是电话响起的时候呢 可能会对我们手头正在处理的事情产生一些干扰 所以说实时通信的这种电话方式呢 还是有一定的缺点的 那因此呢就诞生出了电子邮件 通过使用电子邮件呢 人们可以在有时间来处理信息的时候 再去查看邮件 那没有时间处理信息的时候呢 邮件也会放在这个邮件服务器 也就放到一个邮箱当中 等待你去查看 所以说这种电子邮件 也是一种实现通信的非常好的方式 那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一下电子邮件系统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电子邮件的信息格式 那电子邮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信方部分 一个就是内容的部分 电子邮件的传输程序呢 就会根据邮件信封上的这个信息 来传送邮件 那内容呢就是这封电子邮件的主要部分 那信封呢通常上面最主要的信息 就是有这样一个收件人的邮箱 abc at 163.com 那at符号前面的呢 就是收件人在这个163 也就是在网易下所注册的这样一个用户名 那163.com呢 说明我们使用的就是网易的邮件服务器 那如果换成qq.com呢 就说明我们使用的是腾讯的邮件服务器 接下来我们看内容 内容呢包括首部和主体 那首部呢有一部分是要我们自己填写的 包括这个to 也就是你要发给谁 这个是你要自己填写的 那接下来就是这样一个主题 也就是说你这封信要表达的一个主题 或者说一个纲要是什么 就写在这里面 假如说你这封信主题就是要跟这个abc进行一个问好 所以你的主题呢就是hello 那这两个在你填写之后呢 这个邮件的首部 或者说邮件内容的首部 就会自动生成 生成什么样的格式呢 又增加了这样两行 一个是from 也就是你的这个邮箱 或者说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 用户名at这个邮件服务器的域名 然后呢就是你刚才填写的接收方以及主题 电子邮件系统呢 还会自动为你填上这样一个写信的日期 是哪天写的 当然除此之外呢 还可能会增加一些其他的信息 都取决于不同的邮件系统 那接下来我们看主体部分 主体部分呢就是你写信的内容了 那以上呢就是电子邮件的信息格式 相信同学们如果有使用过这个电子邮件的经验的话 都应该很清楚这些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电子邮件系统的组成结构 这个图呢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组成结构其实只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用户代理 那发件人这儿有一个用户代理 收件人这里呢也有一个用户代理 那接下来就是两个邮件服务器 分别是发送方邮件服务器 以及接收方的邮件服务器 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在电子邮件系统当中 所使用的一些相关协议 可以看到这个SMTP 还有这个POP3 都是电子邮件系统当中 所使用到的协议 这个我们之后会具体展开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用户代理 用户代理呢就是用户和电子邮件系统的一个接口 那通常情况下它就是运行在你电脑当中的一个程序 所以说用户代理呢 又可以称之为是电子邮件的客户端软件 那用户代理呢就可以为我们的用户 也就是为客户提供一个比较友好的接口 目前呢就是给你一个窗口的界面 通过这个界面呢你就可以写邮件 并且发邮件和接收邮件 那现在我们可以使用的用户代理有很多 比如说这个Foxmail Outlook等等 那当然这些都是具体的一些客户端的软件 我们现在应该用的都比较少 大家应该都使用的是基于万维网的这种电子邮件 之后我们还会具体的展开 那这个用户代理呢它主要有四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呢就可以实现撰写 也就是给用户提供一个编辑信件的环境 第二个功能呢就是显示 也就是用户他写完的信可以显示在屏幕上 而且也可以看到收来的和发出去的信件内容 第三个功能呢就是处理功能 那这个处理功能呢就包括是发送邮件和接收邮件 收线人呢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 按照不同的方式对于这个信件进行处理 比如说我这个信件收完之后 我一月一月就可以删除 或者存盘或者是打印或者是转发 这都是对于邮件的处理功能 第四个功能呢就是通信 通信指的就是当我这个人在写完邮件之后 就要利用邮件的一些发送协议 来把这个邮件发送到所指定的这样一个邮件 服务器当中同时在接收方呢收件人也可以从接收方的邮件 服务器当中抽出来或者是读取出这个收到的邮件 那这几个功能呢大家作为一个了解 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邮件服务器 那邮件服务器呢也是电子邮件系统当中的重中之重 一个核心的环节 那这个邮件服务器呢作为服务器来讲 它一定要长时间的工作 它就会保持24小时的不间断工作 并且呢它会有大容量的一个邮件信箱 来容纳大量的信件 那这个邮件服务器的主要功能呢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发送和接收邮件 那这个发送和接收是什么意思呢 和刚才在这个用户代理里面讲的发送和接收 舞台一样 用户代理的发送邮件是指把这个邮件 从客户端也就是从我自己的这个电脑上 发给邮件服务器 而这个邮件服务器的发送邮件呢是指 我把这个邮件从邮件服务器 发送到接收方的邮件服务器 那这个接收邮件呢指的就是接收方的邮件服务器 来接收这个发送方邮件服务器传过来的邮件 那第二个功能就是可以向发件人报告邮件的传送结果 也就是告诉发件人 你写的这封信你发出去的结果是已经交付了 还是被拒绝了 还是丢失了等等 那邮件服务器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客户和服务器的方式 而且每一个邮件服务器 它可以同时充当服务器或者是客户 比如说当这个邮件服务器向另一个邮件服务器发送邮件 也就是这一个过程的时候 那这个发送方的邮件服务器就作为客户 那这个接收方的邮件服务器呢 就作为服务器端 反之如果这个接收方这边 要给发送方的邮件服务器发送邮件 也就是他们俩的角色调换 那此时这个发送方的邮件服务器 就变成了接收方的邮件服务器 它的角色呢就变成了一个服务器端的角色 而这一边呢就变成了一个客户端的角色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邮件服务器呢 既可以作为客户端也可以作为服务器端 邮件服务器使用的是这种客户和服务端的方式 那接下来第三个部分就是协议部分 那这个协议呢主要包括两类的协议 第一类协议主要以SMTP协议为主 那这一类协议用在什么情况呢 用在把这个邮件发送出去 或者说推出去的情况 比如说从客户机这儿 推到邮件服务器这儿 使用的就是SMTP协议 那从发送方邮件服务器这儿 推到或者说把这个邮件发到 接收方邮件服务器这儿 使用的还是SMTP协议 所以这是一个推或者说发邮件的过程 使用的协议 那第二类呢就是接收的过程 使用的协议 比如说pop3或者是MAP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部分 从接收方的邮件服务器 读取出或者说抽取出 收出这个邮件 就是收件人接收邮件的过程 那学习了组成结构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几个部分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电子邮件系统 并且了解它的一个工作原理 也就是发送方通过用户代理 把写好的邮件 发送给这个发送端的邮件服务器 那就会把这个邮件呢 放到这个服务器当中的邮件缓存里 那如果现在可以发送出去 就会从邮件缓存当中取出新件 并且发送给接收端的邮件服务器 那这样过程呢都是在发送邮件 所以使用的都是SMTP协议 那接下来这个邮件到了 接收端的邮件服务器当中 就放入这个服务器的缓存里面 那如果这个接收方 他现在有时间来阅读邮件 他就会通过用户代理 并且使用这个POP3协议 从接收端的邮件服务器当中 读取邮件 那这三段呢都使用的是TCP的连接 为了保证这个邮件传输是可靠的 所以我们才会使用TCP连接 那了解了电子邮件系统的一个 大致工作原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具体的学习一下 这个的一个重点 就是这几种协议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简单邮件传送协议SMTP 这个协议呢 它规定了在两个相互通信的SMTP进程之间 应该如何交换信息 那这两个进程分别是谁呢 一个就是负责发送邮件的SMTP进程 也就是SMTP客户 另一个呢就是负责接收邮件的进程 也就是SMTP服务器 那要注意的是 虽然我们说是SMTP客户 但不代表这个邮件服务器 就做不了SMTP客户 我们刚才讲过 邮件服务器 它是使用客户服务器方式的 而且每一个邮件服务器 既可以成为客户端 也可以成为服务器端 那SMTP协议 它是如何规定 这个进程之间交换信息的方式呢 就会通过使用一些命令和应答信息 那SMTP呢 它规定了14条命令 那这些命令呢 是由几个字母组成的 而且还规定了21种应答信息 那信息的形式呢 就是由三位数字的代码 加上简单的英文文字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结合通信过程 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命令的形式 那有关于SMTP协议 我们还需要记住的一个重点 就是首先它是建立在TCP连接之上的 它所使用的端口号是25 然后使用的是客户和服务器的方式 那SMTP协议是如何规定 具体进程之间交换信息的方式呢 就是要通过三个阶段来进行通信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连接的建立过程 第二阶段就是邮件传送过程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连接释放 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讲解 首先第一步就是连接建立的过程 发送方呢 就要先写邮件 如果这个邮件学好呢 就会发送给发送方的邮件服务器 那就放到这个邮件服务器的邮件缓存 那SMTP客户呢 也就是现在的发送方邮件服务器 每隔一定的时间 就会对这个邮件缓存里面的邮件 进行一个扫描 那如果发现有邮件呢 它就要准备发送 使用SMTP协议 并且使用数字端口号25号 与接收方的这个邮件服务器的SMTP服务器 建立一个TCP的连接 那这个连接建立之后呢 接收方的这个邮件服务器 就要发出一个应答信息 也就是220 Service Ready 也就告诉发送方 现在已经可以准备接收了服务就绪 然后呢 SMTP客户就会向SMTP服务器 来发送一个Hello的命令 并且呢会附上发送方的一个主机名 那SMTP服务器如果它现在有能力接收邮件 它就会返回一个这样一个应答 就是250 OK 就是说我可以接收邮件了 那如果它现在没有能力接收邮件呢 就会回答这样一个421 Service Not Available 服务不可用 那如果在一定时间内 比如说三天 如果发送不了邮件 邮件服务器就会把这个情况告诉给这个发件人 也就是告诉给发送方 那第二个过程呢 就是邮件发送 也就是最主要的一个环节 那在讲解邮件发送这个环节呢 我会用A和B来分别表示 发送方的邮件服务器和接收方的邮件服务器 首先呢 发送方邮件服务器就会发送这样一个命令 是mail mail from谁 那这个呢 其实说的就是发送方它的这个电子邮件的地址 那如果这个接收方服务器 它已经准备好了 它就会返回一个250 OK 当然如果没有准备好呢 它也会返回数字 加上一定的英文信息说明 也就是这一个环节呢 是让SMTP服务器 告知这个发送方的邮件服务器 是否已经准备好接收邮件 那接下来 这个发送方如果收到了这个250 OK之后 它就会发送这样一个 或者是多个这个RCPT命令 这个RCPT呢 是收件人英文的缩写 为什么说这个RCPT可以有多个命令呢 这是因为RCPT它表示的是要发送给谁 当然你可以群发 过年的时候你就要发很多邮件 那这里面的RCPT命令呢 就可以有多条 那每发送一个RCPT命令呢 都会有相应的一个信息 从这个SMTP服务器当中返回 并且显示的是250 OK 或者是返回这样一个550 no such user here 这样一个过程呢 就是让这个接收方邮件服务器 也是SMTP服务器 告知发送方是否有这样一个用户 那如果这个收件人的地址错误的话 应该返回的就是550 那如果这个收件人的地址正确 就会返回一个250 OK 也就是确定是有这样的一个用户 才可以进行接下来的步骤 那接下来呢 就是正式传送数据的过程了 要开始传输邮件的主要内容 那接下来 A就会发送一个Data命令 那这个Data命令呢 表示它准备要开始 正式的传输邮件了 那如果这个接收方服务器 它返回这样一个命令呢 就表示它同意传输 那这个一长串是不需要记忆的 大家有一个印象即可 那接下来 A就开始正式的传输邮件的内容 当然发送完毕之后呢 也要返回这个东西 CRLF 表示的就是我这个传输已经结束了 那如果接收方邮件服务器 就是这个SMTP的服务器端 它发现有这样一个回车的部分 它就确定 这个邮件的内容已经完全传输结束 因此它就会返回一个250 OK 那第三步呢 也就是最后一步 连接释放 这步呢非常简单 只要这个邮件发完 SMTP的客户 也就是现在的发送方邮件服务器端 它就会发送一个quit命令 SMTP服务器呢 会返回一个221 表示同意释放这个TCP的连接 那具体的这些命令 以及它的这些数字代码 是不需要记忆的 考试呢也不会考这么细 主要是记住这三个阶段 连接建立阶段 邮件发送阶段 以及连接释放阶段 并且呢要清楚 我们这里面的A和B啊 指的分别是SMTP的客户端 以及SMTP的服务器端 那至于是谁做SMTP客户和SMTP服务器呢 这个是不一定的 比如说发送方 在给发送方邮件服务器 传送邮件的时候就使用了SMTP协议 而发送方呢就是SMTP客户 发送方邮件服务器呢就是SMTP服务器 那如果发送方邮件服务器 在给这个接收方邮件服务器 传送这个邮件的时候呢 发送方的邮件服务器就作为了SMTP客户端 那接收方邮件服务器呢就作为了SMTP服务器端 那以上呢就是SMTP协议的一个大致内容 那这个SMTP协议呢 它并不是非常完美的 它有一定的缺点 首先呢第一个缺点就是SMTP 它不能传送可知性文件 或者是其他的二进制对象 第二点呢就是SMTP仅限于传送七位 也就是七比特的阿斯克马 不能够传送其他非英语国家的文字 比如说汉语啊日语啊韩语啊俄语啊等等 这些都是无法传送的 第三个缺点呢就是SMTP服务器 会拒绝超过一定长度的邮件 所以说它对邮件的内容长度 也是有限制的 因此呢我们就需要采用一定的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使用了这个通用英特网 邮件扩充MIME 那这个MIME呢 我们可以给它理解成一个协议 或者说是在SMTP协议上面 进行扩充的一种手段 那它的工作原理呢就如这个图所示 它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会把一些非阿斯克马的内容 比如说其他国家的文字 或者是一些可知性能件 转换成这个7位的阿斯克马 再通过SMTP协议 来进行邮件的发送和接收 所以说它是在SMTP协议基础之上的 一个功能上的扩展 它可以使得电子邮件系统 支持声音图像视频 以及多种的国家语言等等 所以说MIME 它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可以使传输内容 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种类更加多样 那再额外扩充一点 这种多用途的互联网邮件扩展呢 它其实是一个互联网的标准 最早是应用于这个电子邮件系统 但是现在呢 逐步应用于这个浏览器了 服务器呢 会将它们发送的一些多媒体数据类型 告诉这个浏览器 而这个通知手段呢 就是要说明这个多媒体数据的 MIME类型 从而呢 这个浏览器它就可以知道 我接收到的信息 哪些是MP3文件 MP4文件 还是一些GPG文件 那服务器呢 就会将MIME标识符 放到要传送的数据当中 来告诉这个浏览器 使用哪种插件 来读取相关的文件 所以说这个MIME呢 就是可以支持 多种数据类型的传输 那接下来我们再讲 这样一个协议 就是邮局协议 POP协议 那这个之所以叫POP3呢 就是现在我们常用的是 第三版的这个POP协议 POP3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图当中呢 POP3协议只存在于 最后一个环节 也就是从接收端的 邮件服务器当中 读取邮件 交付给用户代理 然后呢 接收方就可以 查阅这个邮件了 那由于我们之前提到过 在整个三个环节当中呢 我们使用的都是TCP链接 所以不出例外的是 这个POP3呢 也是建立在TCP链接之上 实现可号传输 端口号呢 是110 那POP3呢 也使用的是 客户和服务器的方式 因此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接收端的邮件服务器 就作为客户 而这个用户代理呢 就作为POP3服务器 那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提供服务的 就是这个接收端邮件服务器 也就是他作为POP3的服务器 那这个用户代理呢 也就是接收方 他就可以作为POP3的客户 那POP3的工作方式呢 主要有两种 也就是当接收方 把邮件从接收端的 邮件服务器当中 读取出来之后 对于这个邮件的处理方式 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下载 并且保留在服务器里 继续保留在这个邮件服务器当中 第二种呢 就是如果这个用户 从这个缓存当中 这个邮件 那这个邮件呢 就会从接收端的 邮件服务器当中 或者说从缓存当中 彻底的删除 那这是他的两种工作方式 那可以看到 这种下载并删除的方式呢 对于我们 是比较不方便的 所以呢 这个POP3在之后 做了一些的功能扩充 但是由于这个邮局协议 POP协议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 功能有限的一种 邮件读取协议 因此呢 我们就有一种新的 这个读取邮件的协议 就是IMAP协议 它叫做网级报文 存取协议 它呢 要比POP协议 复杂的多 当用户主机上的 IMAP客户程序 打开了这个 IMAP服务器的 邮箱的时候 用户呢 可以看到的是 邮箱的首部 也就是看到 是谁给我发来的信息 以及呢 有可能会有一些 重要的这个主题等等 那如果用户 需要打开这个邮件 这个邮件呢 才会上传到 用户的主机上来 所以说这种设计呢 会给人们的生活 提供一些便利 同时呢 IMAP可以让用户 在不同的地方 使用不同的计算机 随时的上网 阅读处理邮件 还允许只读取 邮件中的某一个部分 比如说这一封邮件 它可能有正文 也就是有文字部分 也有附件 附了一个视频 那用户呢 如果点开了 这个邮件之后 并不说这个视频 马上就可以 自动下载出来了 它是可以选择 先看正文 然后呢 在网络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 再下载这个附件 这样呢 就可以给用户 省下一部分的流量 那IMAP协议 它是在读取邮件当中 所使用的协议 所以它的环节呢 也是从这个 接收端邮件服务器 到用户代理这一块 所使用的一种协议 那最后呢 我们再讲 这样一个知识点 基于万维网的电子邮件 那这个是我们 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普遍使用的一种 发邮件的方式 我们不会说去下载一个 专门发邮件的软件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了 我们通常就直接 在浏览器当中 输入163.com 或者是直接登录QQ 在QQ邮箱当中来发送 你就是通过使用浏览器 来登录你的电子邮箱 然后呢 再写一封电子邮件 就可以发送出去了 所以说这种电子邮件的特点呢 就是它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点与之前的 电子邮件系统不同的就是 这个邮件服务器呢 它可以是新浪的邮件服务器 可以是网易的邮件服务器 还有其他公司的邮件服务器等等 那第二点不同呢 就是在协议的使用上 从用户代理到发送方 邮件服务器这一个过程呢 使用的是http协议了 那从这个发送方的 邮件服务器到 接收方的邮件服务器呢 没有改变 还是使用的是smtp协议 那读取邮件这呢 使用的就不是pop3了 使用的是这个http协议 也就是这种基于 万维网的电子邮件 只要是与用户代理 接触的这样两个环节 都使用http协议 但是在中间 这个发送邮件的环节呢 使用的是smtp协议 那基于万维网的电子邮件这呢 最主要记忆的呢 就是这个协议的使用了 那这一节课的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节课的知识 首先我们学习了 电子邮件的概述 讲了电子邮件的信息格式 这些格式包括信封内容等等 那接下来又学习了 电子邮件的组成结构 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用户代理 邮件服务器 以及协议 那在协议这呢 我们主要讲了三种协议 一个是smtp协议 是用来发送邮件的 而这个pop3和imap协议呢 主要是在读取邮件 这儿使用的协议 那mime呢 可以说它是一个协议 也可以说是一种功能上的扩展 它可以使smtp以及pop3 能够处理更多数据类型的邮件 使得这个邮件的种类 可以变得丰富多彩 最后我们又学习了 基于万维网的电子邮件 要注意协议的使用 它在其中的两个环件 使用的是http协议 在中间 由发送方邮件服务器 到接收方邮件服务器这儿 使用的是smtp协议 那本小节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万维网以及http协议